欢迎点阅悠游华语 这是一套终极以上的试听教材 一共有四个单元 每个单元有三个对话和一篇短文 希望从不同的主题 让学习者从不同的角度学习 第二单元 心动变成行动 每部影片结束后会有几个问题 请根据影片的内容回答问题 现在请看短文第三部分的影片 想到这里 黄亦欢心想 多数人的价值观 并不一定适合自己 我绝对不要活在别人的想法里 因此 不管这段感情未来如何发展 他都要走出自己的路 请想一想影片的内容 请听 请想一想 这一题的答案是 看完电影 黄亦欢心想 多数人的价值观 并不一定适合自己 我绝对不要活在别人的想法里 请听 请听 问题二 黄亦欢对这段感情有什么打算 请想一想 这一题的答案是 黄亦欢想 不管这段感情未来如何发展 他都要走出自己的路 声词 短文第三部分的声词 共有三个 价值观 价值观 请看例句一 每个人的价值观都不同 这并没有对错 请看例句二 男性 以及女性 对于婚姻的价值观 大不相同 现在 请试着用这个声词 来回答问题 请听 这个问题 情侣 如果对事情 有相同的看法 比较容易走得长远 比较容易走得长远 价值观 你怎么说 请想一想 你可以这样说 情侣 如果有相同的价值观 比较容易走得长远 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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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看例句一 动手打人 会伤害夫妻之间的感情 请看 例句二 他住在这里 十年了 对这间不漂亮 却相当舒服的房间 有一定的感情 现在 请试着用这个声词 来回答问题 请听 这个问题 每个国家的人民 都很爱自己生长的土地 用感情 你怎么说 请想一想 你可以这样说 每个国家的人民 对自己生长的土地 都很有感情 发展 发展 请看例句一 这对情侣 都希望能将 这段感情 继续发展下去 有美好的结果 请看例句二 他们俩发展快速 才认识半年 就打算结婚生子了 现在请试着用这个声词 来回答问题 请听这个问题 如果你对未来没有信心 那我们的感情 就不需要继续下去了 用发展 把句子变漂亮 你怎么说 请想一想 你可以这样说 如果你对未来没有信心 那我们的感情 就不需要继续发展了 这是第二单元 短文 第三部分的声词 这支影片到这里结束 请不吝点赞